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酸酸的味道 反正这个酸又是比较独特的 也不是柠檬的酸 也不是醋的酸 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味道 现在就来包 这个手背我家猫 今天给我家猫洗洗洗澡 哇 每次洗澡它都惊得不要命 像个小孩也抓着我 抓着我 紧紧地抓着它 钩子又长啊 抓着我不放 又不能给它剪指甲 我们家猫它是一个半野猫 它白天要出去野 晚上才回家 把它抓着去掉的话 和其他猫打架的话打不过来 所以我就受罪 不给它洗澡吧 出去完全脏死了 回来的 现在要来和我撒娇 那也没办法 就这样包着 这个像个小章鱼仔子一样的 外面的这一层呢就不用 外面的层皮太薄 有一点软 这个里面的还可以 把它包住 再裹住 我以后做菜我都会在后面啊 如果是有机会的话 我尽量的就是在最后要做一个扶盘 扶盘就是把它重新再总结一下 看一下哪些地方做的不好 做的不对 这样子的有注意帮助大家提高 不能够以恶传恶 我看到这两天看到俄乌战争啊 就讲那个俄军打得这么糟糕 这个乌克兰人打得越战越勇 除了这个战争的正义性的问题以外 还有一个战略战术的方面 也是俄军做得很差 那么他们总结就说 乌军呢他是在2014年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 就接受了这个战争失败的以后 他们极其教训呢就 一直就聘请了这个美国的军人来 对他们进行美式的训练 那么美国军人他战争呢 他打仗 每次他那个打仗 他每次打完仗呢 他就一定要复盘 总结全部敞开 战争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环节 出了什么问题 有哪些需要改正的 全部复盘 那么大家就会提高 那个美国的一个退休的一个上将 他说他去给那个当时2014年的时候 去给那个乌克兰的将军上课 乌克兰的将军呢他是 他们原来就是全是舒适 就是现在他们很多武器都一直是舒适的 因为他们一直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 然后那个将军说不可能 他说我们从俄罗斯那边学过来的就是 战争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保密的 啊错的也步骤和策略全部是保密的 不能不能公开匿名 那就因为就是保密 错的也不能说 这样子呢就影响他整个的这个提高 哎我说对啊 我做才我应该做一个总结 每次做做的好不好做的有什么问题 我总结一下自己提高 然后呢也不会把这个做的过程呢 总结一下大家也可以知道 这个步骤中有什么问题 就直接就改正了 不要把我的错误再带给别人 就是说我煮的话就是 初心了太随意了一点 因为我不是专门我也做视频了 我只是说在我做的过程中呢 把这个视频分享出来 就顺便录一下视频分享出来 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不是将就视频 而是视频将就我 这样子呢就会经常有一些错误啊 有频频翻车 这个就包不完了 大概就是这么一盘 也够他吃的了 剩下的我就冻起来 看一下下次有什么机会再做 那现在就要去煮它 那现在就要去煮它 放点西红柿酱 放半勺就行了 再加点煮洋葱的水 这个因为它的洋葱呢 太软了一点 所以我就不能够放了太多的水 然后不能够用大火来煮 一煮就煮均 就用小火的慢慢煮 煮到半个小时 我就要非常小心一点 让它煮了这个水干了以后 让它这个调的是最小 不是最小 但是就是中小火 然后呢把它煮开了以后 再一点点的加 把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米和麦米和这个豆呢 我是泡过了 但是呢它这个 一定要由于足够的水分煮它 才能够熟透 所以说我就会 可能会再加两次水 因为不能腌 腌得太满 就小火慢慢的煮 好这个 洋葱多尔玛就做好了 这个只能用勺来舀 这个不够坚固 洋葱也不够好 洋葱要肉多一点 那个洋葱要肥厚一点 做起来才好看 大了够长 好这个洋葱多尔玛就做好了 总结一下就是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 煮洋葱 第一道用那个水焯洋葱 直视把它焯软 所以说最多就是 煮个五分钟就行了 不能超过五分钟 三五分钟 煮软就行 第二个就是这个洋葱呢 它个头不够大 要稍微大一点的洋葱 这样子包起来 它就是一个两头尖 中间骨的一个锥形的 骨锥形的一个形状 这个形状不太好看 主要是这两点 所以它就没什么了 这个因为我不吃肉 所以说我也不能试 应该是没问题的 大概就是 就是这样一个做好了 你现在要看 这个里面 你先响一遍 我先响一遍 你走一遍 你先响一遍 我先响一遍 感谢观看